接下来为您播出的国语晚间新闻是由明瑞集团特约弹主播出 正在新西兰进行国事访问的总理哈珀表示 加拿大已经准备好针对武装分子在叙利亚的据点加入盟军的打击任务 大前提是本国的行动不会被视为对叙利亚政府宣战 人类历史上首次登陆彗星的欧洲太空总署着陆器飞来 因为着陆位置有偏差 未能接收足够太阳光充电 未能将数据传回地球 还可能在数天内停止运作 晚上好 各位观众朋友 今天是11月14号星期五 欢迎您准时收看今天的国语晚间新闻节目 首先来关注今天的本地新闻 南安省部分地区目前正受风雪影响 环境部的恶劣天气警告已经扩大至了更多地方 当局指 在修伦湖和佐治亚湾一带 吹强劲的西北风产生湖泊效应 带来显著降雪 沿岸地区正有雪暴警告 包括基金拿 Woodstock和Oven Sound等 而伦敦市 已至新市和Georgiana等约克区北部 则有雪暴戒备信号 环境部表示 稍后可能有需要提升至雪暴警告 而个别地点的12小时降雪量 预测可达10到15厘米 可能会令道路能见度骤然降至接近零 驾驶人士需要小心 一名50多岁女子昨晚大约11点在密西沙加市 一个高级镇屋地下停车场遭到袭击 被刺多刀 受伤命威已被送院急救 警方仍未公布涉案歹徒资料 该镇屋村位于Ship Drive 警方指 其中一个镇屋单位与案件有关 但没有详细资料 警员今天早晨仍在现场调查 搜集与案件有关的证据 再来看 位于多伦多央街加York Mills路交界处的一栋共管公寓大厦 因为街道上的总水管在今天早晨突然爆裂而出现了灾情 大厦的入口处和停车场的积水深达1英尺 居民们不得不汤水进入停车场取车才能驾车外出 在今晨7点半左右 抢修人员仍在现场忙碌试图关闭总水管的阀门 至于央街位于York Mills路以南的南行线 则完全是汪洋一片 车辆已经改到在央街的北行线行驶 加股方面正在新西兰进行国事访问的总理哈珀表示 本国愿意在协助打击中东地区的极端恐怖主义分子上担当更重要的角色 哈珀在结束新西兰两天国事访问之际 提及国际社会共同对抗位于伊拉克和叙利亚的极端组织伊斯兰国 加拿大已经准备好针对武装分子在叙利亚的据点加入盟军的打击任务 大前提是本国行动不会被视为对叙利亚政府宣战 叙利亚当地持续四年的内战 估计造成至少19万人死亡 沃太华早前决定派出加军战机到伊拉克协助空袭伊斯兰国 日间一次行动成功击中目标打死武装分子 但军事任务是否会扩展至叙利亚境内的武装据点一直受到外界关注 另一方面 总理哈珀结束对新西兰的首次国事访问 转往澳洲布里斯班 准备出席周末的20国集团首脑峰会 预期主要议程会围绕打击伊斯兰国以及有关经济等议题 多伦多道明银行旗下附属机构与安省证监会达成庭外和解方案 同意归还超过1350万多收费用 个案涉及一些客户的账户被多收费 个别可追溯回超过10年 按照周四批准的无争议和解方案 道明银行的子公司也同意支付60万元资助投资者教育计划 另外 5万元则为调查成本 和解源自多间机构被指不当控制与监督 而且没有及时察觉与纠正 这些机构包括道明宏达理财私人全权托管投资公司 道明宏达理财加拿大公司与道明投资服务公司 道明自己揭露四宗案例 客户被多收费 涉及2000年至2014年的不同时期 银行称他开始通知客户 补偿款项已经寄出 好了 加过新闻之后 我们稍事休息惊动广告 广告回来将为你带来国际新闻 天宝旅游提供专业旅游服务 总部位于加拿大多伦多 在北美与中国共有12个分社 避免接待能力强大完善 致力发展网上旅游消费 足够出步完成机票和旅游团预定 保证您自由出行 网络空间风采无限 天宝旅游让您的人生旅途更精彩 9月22日在释迦堡 多伦多景局55分局 举办了华裔社区晚宴 这已经是多伦多景方 第23年举办这样的晚宴 由中华人民共和国 驻多伦多总领事馆 举办的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 成立65周年的招待会 大多伦多天下午来拜拜 与您相约 我不能生孩子 还是接纳了 简直是愚昧 别说你是病能治 就是你这个病治不好 也不能因为这个你离婚 一个人 他的身体不完整 他的人生也就不会美好 您有租房的计划吗 您了解如何租房安全稳妥吗 是自己在网上找私人出租 还是选择正规的物业公司帮助您呢 物业公司又是如何向您保证 屋主的信用呢 精彩节目不容错过 敬请关注FM105.9弯弯电台 关于房屋租赁的专题节目 11月17日星期一晚 9点到11点 Maggie和关键与您不见不散 欢迎回到晚间新闻 为您带来国际方面的消息 人类历史上 首次登陆彗星的欧洲太空总署 登陆器飞来 因为着陆位置有偏差 未能接受足够太阳光充电 未能将数据传回地球 还可能在数天内停止运作 根据飞来剩余的电力 探测器可以深入彗星表面 25厘米采集样本 但由于飞来着陆时 停在一处阴影区 无法有效接收太阳能 令供电受影响 导致数据无法传送 不知道何时能够恢复 欧洲太空总署 正尝试调整着陆器姿态和位置 以便接收更多阳光 甚至可能利用着陆器上 一些可以移动的组件 做出跳跃动作 令着陆器走出阴影区 飞来在经历 10年64亿公里的航行后 星期三成功登陆 距离地球大约5亿公里 编号67P的彗星 开创了人造探测器 首次登陆彗星的历史 科学家期望 透过了解彗星 可以揭开太阳系形成之谜 到访缅甸的美国总统奥巴马 出席一个青年论坛 并且发表演说 指中国如果追上 美国的碳排放量 人类将会灭亡 奥巴马早前访问中国 期间两国共同发表 中美气候变化联合声明 就减少温室气体排放 达成共识 是中方首次承诺 在2030年碳排放量 达到最高峰后 开始实施减排 奥巴马表示 当中国持续发展 开始追上美国的碳排放量 人类不能生存 奥巴马认为 上一代留下的问题 应该由这一代解决 勉励年轻人 为气候变化问题努力 奥巴马之后 会到澳洲布里斯班 出席20国集团峰会 昨天在法国巴黎的 迪士尼乐园附近 疑似出现老虎 巴黎政府已经做出澄清 指该只大型猫科动物 不是老虎 有人昨天在巴黎迪士尼乐园 约10公里外 目击和拍下照片 怀疑照片中的动物 就是老虎 更一度有专家 根据地面转印 推断是属于一只 大约半岁大的老虎 体重接近100公斤 呼吁居民尽量不要外出 搜寻进入第二天 虽然没有结果 但当地政府突然发表声明 引述野生动物专家分析 排除是老虎的可能性 至于具体是什么动物 则不清楚 美国洛杉矩市郊一名女子上周六 接受紧急剖腹手术 淡下一名早产男婴后死亡 但宝宝仍然性命不保 在出生后三天夭折 新岁的丈夫在早产儿垂死挣扎之际 唱歌给她听 片段上载网络后 令网民动容 并大量转载这段 令人心酸的慈父现唱影片 点击率超过570万次 这名痛失气儿的男子皮科 拿着吉他到病房 为与生命搏道的爱儿Lennon 送上这段歌曲 Lennon上周六 在母体孕育 仅24周就早产 母亲Ashley 当天接受紧急剖腹手术后死亡 中年30岁 心力交瘁的皮科 上周二抱着吉他 进入新生儿科病房 深切治疗部 为躺在御婴箱内的小宝宝 献唱披头式的名曲 Blackbird 希望给宝宝生命的力量 但小男婴仍在数小时后夭折 在韩国 为期三天的首尔泡菜文化节举行 活动近超过百万 韩国市民参加 是历届规模最大的泡菜庆典 在为期三天的泡菜文化节 大约有100多名商家企业 与100多万韩国市民参与 将利用10万颗白菜 炮制255吨泡菜 规模创历届之最 今年的泡菜文化节 最大的特点是具有世界性庆典特色 有中国 俄罗斯 土耳其 日本四个国家的3000名游客参与 泡菜庆典是首尔市的传统文化庆典之一 去年被列入联合国 教科文组织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 首尔市 还计划将泡菜文化 发展为世界三大庆典之一